为了应应超高龄社会来临 淡水区公所响应市府政策 推动李李银法俱乐部达标之后 再结合当地的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办理银法俱乐部闲修班 而淡水区公所更针对活动再加码 邀请到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舒文奎老师 来到有办理闲修班的社区当中 进行老照片说故事 让大家对于这块土地有更多的认同感 为了应应超高龄社会的来临 淡水区公所响应市府政策 推动李李银法俱乐部达标之后 再结合当地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举办了银法俱乐部先修班 而淡水区公所更针对活动再加码 邀请了在地文史工作者 舒文奎老师 来到有办理先修班的社区当中 进行老照片说故事的活动 让大家对于这块土地 有更多的认同感 新浦东社区他邀请到的是 知名的文史工作者 舒文奎老师来 透过老照片来认识淡水 希望将淡水这个人文地理 这个风景融合在自己的生活中提升 他对这个社区跟淡水的一个认同 由于在新区镇当中 有许多的外地移入人口 也是过去淡水区人口成长的重要因素 但在社区大楼林立的新市镇中 要如何拟拒大家的感情 避免社区住户的孤独感 淡水区公所也开办了许多场次的 银法关怀活动 让幸福送到家 鼓励整者走出家门 与公寓大厦住户来互动 下楼就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除此之外淡水区公所跟加码推出了 银法先修班plus的一个课程 这些课程呢 是邀请了我们这些经过新北市政府 核定通过的这些银法先修班的社区管委委会 一起来办理 然后举办一些多元的课程 邀请住户来参加 希望呢增加住户彼此之间的互动 这次邀请到了在地文史工作者 苏文奎老师 在淡水各社区就有超过五场次的说故事活动 也让许多是才刚搬来淡水没几年的住户 对于这块土地有更多的认识 结合办理银法修学部先修班多元学习课程 邀请住户与长辈们共同参与 借此增加住户彼此的互动机会 发展出信任关系 提升整体对于居住环境的认同感与幸福感 记得许多一淡水采访报道